北宜公路素有死亡公路之稱 到今年4月為止 就已經發生了4期的死亡車禍 喬兒的事其中兩起事故 發生在同一天 同一個地點 也讓抓交替的傳聞 盛囂城上 甚至連當地居民都曾遇過 難以用科學解釋的恐怖經驗 接下來跟著神秘五十月鏡頭 帶你一探 北宜 奪命 公路迷行 重擊呼嘯而過 生與死的刺激 換來順簡快感 但也換來不少 命喪北宜公路的恐怖事件 低車騎士過彎 但疑似壓車失敗 整個人摔飛出去還滑行 直接越過雙黃線到對象車道 遭到貨車黏過 島上才一起過彎死亡案件 沒想到就在34.2公里胡鬚彎 小一點左右 一名溫信騎士行徑 自撞護欄摔車 好好的 怎麼也沒想到一個左轉 對象騎士壓車過彎失敗 瞬間機車打滑 騎士連人帶車 摔出雙黃線 噴到對象車道 摔進轎車底盤 慘死輪下 截至2017年4月 北宜公路已經累積了 四起的死亡車禍 追平了2016年的全年紀錄 飆升的死亡車禍 也讓抓交替的傳聞 再次瀰漫整條北宜公路 甚至像這樣龍頭突然鎖死 所發生的意外 就像在抓交替的行為 跟之前網路盛傳的恐怖故事 不謀而合 相傳有民眾深夜騎過北宜公路 一樣就在轉彎處的時候 龍頭突然鎖死 沒有辦法轉動 差一點就要撞上的時候 及時殺住 鬆了一口氣 卻看見 地上機車的影子 竟然多了一個人影盤在上面 兩隻手緊緊抓住龍頭 恐懼瞬間爬滿全身 實際來到2017年4月4號 發生兩起死亡車禍的彎道 北宜公路3 4公里處 這個彎道看上去如死神殿道一般 勾走兩條黃昏 但為什麼這裡這麼的恐怖 民俗老師來到這裡說 因為藏了臨界陷阱 這個地理位置 它剛好五黃 五黃就是中宮 中宮它這個地理 它這個彎 這個彎的中央剛好是有一條水溝 水溝就變成五黃煞 五黃水 後面剛好有一座山 一座山就變成麒麟蟹 那麒麟蟹剛好把這個 這個整個陰煞整個把它演住了 下面的水溝就變成這些鬼魂 好兄弟他們白天要藏在下面 以一間風水來論的話 只能一彎不能二彎 一彎是浮氣 二彎是煞氣 它到這個地方沒中 它到這邊到速度趕快就中獎 山的籠罩 水的暗藏 陰間力量在這裡鼓噪 就連大白天低頭一看 水溝的陰暗處深不可測 好像藏了什麼東西在裡頭 肉眼看不到的 在羅盤的感應下卻躲不過 指針不安分的跳動 讓老師看了眉頭已皺 它這個地方 基因處 而且它基因的範圍很大 你肚子它沒有薄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想辦法去搗亂 那搗亂的話就會有人來超渡 就會有人來隱魂 那麼就會燒精子 他們就有可以擠牙嘛 恐怖事件接二連三 也因為這樣不少民眾 來到北宜公路都會心驚驚 甚至不少民眾 帶著紙錢上來灑 地上留有灑過紙錢的痕跡 就是為了求個平安 不論是先禮後兵的過路費 還是好兄弟忙著撿錢 沒空離你 灑出去飄散空中的名字 如恐怖氣息般散落在每個 死亡公路的角落 過往在這個路段 都會定時舉辦入計活動 但是血碎的開通 人氣的減少 入計也跟著減少 增加的是抓交替的業績量 但是這樣的狀況 不單單在2017年發生 去年的清明節 連續假期的時候 也在我們那個21.5那邊 有發生死亡車禍 一天一起 然後剛好就連續兩天 2016年到2017年間 亡魂樹漸漸攀升 不難讓人懷疑 少了陸繼的安撫 好兄弟是否真的就在 伺機而動 國夜現在他們收到的錢 很少 所以就變成他們在這個地方 隨時要抓別人來代替 他才有辦法去投胎 不過早在之前 北宜公路的恐怖故事 就沒有少過 最常聽到的是深夜路過這裡 可能會碰到一位阿婆 或是一個女子 在巷裡招手 要搭順風車 就連港片當中 都拍過類似的橋段 身穿古裝的龍婆 在深夜的馬路上招手 上了車之後 時而消失 時而出現 下的駕駛不知所措 而類似的故事 在台灣的北宜公路 一樣發生過 看到有一個人在攔車 這個人也沒有長得很奇怪 跟正常人一樣 而且是個女生 手上也提了一個包包 他講說 一直看他們攔車 他講說就在他 我就看他是誰 深夜的北宜公路 竟然有女子在路邊招手 一開始四個大男人沒在怕的 但是上了車沒多久 開始發現不尋常 你們那個人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就知道 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這個人不是人 冰冷驚悚的氣息 逼得四個大男人受不了 但最恐怖的還不只這樣 他們下坡的時候 不是開始在九彎十八彎嗎 對 那個女的在每個拐彎 就那麼近一點 亡靈作祟不是一兩天 所以早在之前 位在現界公園的 北宜公路殉職仙靈紀念碑 就供奉著 開闢北宜公路捐軀的仙靈 和命喪於死的車禍亡靈 高聳的紀念碑 左右各有一座土地公 和無形將軍 將軍應該是搭配戰袍盔甲 但走近一看 兩位將軍卻是穿著西裝 戴著帽子 面無表情 看向遠方 幾分詭異 卻是保佑這個路段 減少意外的好將軍 無形將軍就是他以前是開車的 要到宜蘭到花蓮去 他自己開車 在九彎十八彎裡面發生車禍 他沒有辦法去那個投胎 然後他就在比宜公路這邊 九彎十八彎這邊 他就幫人家 如果有人要過的話 保佑人家平安 神明看到 他說這個是屬於一個 好的一個靈魂 然後再幫他加風 水果餅乾由醃酒代替 面向馬路守護餅乾 但其實 北公路九彎十八拐 除了地形險峻之外 時常起霧的氣候 也增添了幾分詭譎 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加上民眾喜歡在這裡狂飆 光2016年 就有12,680件的違規超速 意外往往就這樣發生 彎得過登上網路照片 彎不過登上社會版面 但不論是在抓交替 還是騎太快 都讓北宜公路 管上了死亡公路 路過這裡 減速一點 自然 平安一點